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权登记工作的基础 也是我国简历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基础 未来在有效摸击市场实际情况的背景下 调控政策将更有针对性 房地产等长效机制的工作也将顺利推进 各地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不断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 全国多个城市陆续出台了调控政策 防止房价快速上涨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表示 一线城市房价陆续下降 二线城市有所上涨 三线城市涨幅持续回落 自然资源部部署从6月起用3个月的时间 在全国开展专项整治 推进 检征便民 要求全面经理 烦扰企业和群众的提趴证明 重复证明等各类无谓证明 部门之间的共享和协同要放在窗口里边 争取私信就帮群众把事情办好 部门要构建信息共享机制 逐步实现通过信息共享 获取各种登记材料 积极向有关部门共享不动产登记信息 逐步实现在社会救助 子女上学 户口登记等 不让群众跑路举证 提高办事效率 好了 本期小美的读白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会